这上个星期日的三行跌人比赛 经过了一番龙争虎斗之下 等一会儿我们就会揭示当日的比赛的详程 不过先要先赞一赞 真是很聪明 上个星期我们打算说一下 原来他真的附会中间这个过程 我们都亲身感受得到 你这个看题一次三代表着看题一次三 走出这个精神 其实那一刻是打算胆脏脏 既然我开了给了王之铃我就去 那你们又真是比 那我都要多谢周会长 那件事既然这样促成了的时候 加上鲍怡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还有刚才我开节目的时候 都跟杰泳迅说 我完全感受到 访问了这么多一些运动员 还有看到杰泳迅经常玩运动 继续回来都是相当之精神 虽然有时体力上有点累 但是那份我继续想去玩 继续想去做好这个成绩的心 我终之有一点点的体会了 这个亲身体会到 没错 刚刚在看观众 就说回话说刚刚星期日 V参加了这个亚洲三航铁人錶赛 真的同场有很多 亚洲韩国日本 那些世界级的精英来到 和V同场前后竞赛 所以你是一个世界级的比赛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对手 对手 我的对手就有这个郑泳迅 别说太多了 我们下了去社交圈慢慢再说 坦白说今天刚才你说的那种 兴奋的余温 其实是不停在煲和燃烧着 因为有煲仪在里面 所以就在煲 还有我的队友 还有就是王子陶 你想想两位都是刚刚在这个 杭州亚运里面 拿到好的成绩 香港拿了这个奖牌 竟然成为我的队友 你说这件事是多少个梦幻 我一个故事有没有跟你说 其实当天我去到现场的时候 我见到很多三铁的老朋友 他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就认识 这个比赛怎么搞的 他把亚运队的冠军亚军来玩 就是玩完了 然后我心想 是我们叫他来的 原来就是关于郑泳迅的事 郑泳迅你不敢出声 不敢动机 不,我立刻说 你知不知道Vivian 这样 他叫的,他叫的 这样 但是很开心的这个过程里面 到底我们的备战状态 当天的情况是怎样呢 虽然现在过了两天 但是我们也很想带大家回去这个 中环的现场那里感受一下 事不宜迟,去片 港台体坛123台署主持Vivian 叶尹 究竟跟三项铁人赛 奖牌的距离有多远呢 三项铁人赛是集合游泳、单车、长跑 三项对运动员的体能和耐力 需求极大的运动 真的一点都不简单 当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会长周潇南 来到我们节目接受访问 Vivian 就跟三项铁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天郑永迅就邀请我 你试试玩吧 我说,开玩笑什么玩 怎么玩,我哪会玩 他说不要紧要,试而已 我说好啊,你给王子图我 那我就下场试吧 怎料他就一后答应 还要周潇南会长都说没问题 王子图,就是你那组了 就是这样,Vivian接受邀请 参加了香港三项铁人 亚洲杯2023的公开接力赛 而亚运三项铁人奖牌得主王子图 还成为了Vivian的队友 这个赛事其实我是为了Vivian参加的 因为本来我今早童完 本来没有想到再去接力 但是因为她想试试玩 参与三项铁人这个运动 我当然支持 我就负责游泳这个部分 尽量的能力去拉到最开 开个单车的好手 然后没办法了 认亲认戏 我之前认了个妹妹 梁宝宜 所以邀请Boei跟我一起踏 怎料她很幸运 这段时间在香港 所以可以和我们组成了这一队 梦幻组合 叫做Impossible 3 Boei 亚运场地单车女子团体追逐赛 同牌得主Boei、梁宝宜 我来到有些客气 这么大规模 但是又觉得不要紧 我第一次当是体验一下 当是吃饭去玩一下 我们的嘉宾主持 立法会议员郑永迅 是促成Vivy参与三项铁人赛事的 关键人物 而在赛事中 Vincent究竟是敌是友呢 因为一定要努力 要不然下星期二 所以B姐在我做之前的时候 她会有很多话说 所以她会很得戏地说 你不是玩了很多年三项铁人吗 为什么第一次我就赢你呢 所以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功夫 所以看着, 我一定会准确 Vivy台前幕后的一群朋友 知道Vivy这次参赛也非常严重 我们节目主持梁丽琴 港台体坛123 精灵一点, 万千宠爱 你已经是三项铁人 为什么还要去参加呢 我再给你一个招呼 加油 节目嘉宾主持, 雷恒德博士 月敏仪, 比赛之前 最重要是有好的营养补充 还有早一晚充足睡眠 节目嘉宾主持, 洪重任 Vivy, 盼着目标 向终点进发 你一定行的, 加油 差点不记得 我们节目的马性哪里 Vivy这次参加三项铁人 我想对她来说是一个玩也会认真 对, 她应该会认真 希望她代表我们节目 不要太瘀了 就算贏不了也不要包尾 所以我背负着大家的期望在我背部 我会尽力努力地在这么漂亮的 风和日丽的下午完成这个赛事 我会努力的 体育运动致胜四大要素 技术、战术、体能、心理 缺一不可 现在大赛当前, 肯定要做热身 全民温度三点三 游泊 赛事正式开始 首先是五百米游泳比赛 亚运三项铁人掌牌得主黄芷涛 完全没有轻敌流力 以领先姿态迅速完成赛事上岸 到了14.4公里的单车赛事 Bowie以她亚运夺奖的速度 以前列位置的成绩完成赛事 交棒给Vivy了 Bowie背负着两位亚运好手所创造的领先优势 需要完成四公里的长考赛事 不是专业运动员的Bowie沉着应战 最后结果又是怎样呢 我很紧张, 其实我头一圈可以开快 看起来的位置 但后面是太阳晒着 有些吃力 但他们最后差不多七百米陪着我 一起跑 好, 我觉得力量返回来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邀请我们 Vivy的队伍Impossible 3 最后得到第六名 獲得大会颁发特别奖牌 中国香港三项蟹人总会会长周超南 今天我们的做法相对比较亲民 即是友善 希望市民可以近距离接触更多 但当然, 刚才或上次也提过 我们将来做主办世界杯 规格各方面的设定会升级 到时就希望更加用另一个专业的角度 将这个世界级的铁人比赛 带给观众和市民 别说太多 别说太多 让我们的奖牌出来 始终也叫做完成了 我都不负众望 虽然时间不是快 但因为我有两个很强的队员在这里 支撑着我 我最终也能够完成这个邀请赛 好感动 坦白说, 我看成绩 有成十队 所以你第六名是不错的 我没包含, 马胜偏道 你真是万岁靠你 应该要请马胜偏道 坦白说, 打格仔那个 就是马胜偏道 其实马胜偏道很英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又说回你的比赛 刚才你看到那段影片 V姨姐多厉害 第一个圈, 披症快了 多专业 再加上造型 造型 簡直一看到就已经沉醒 大家都一看到就 输人不输 但已经赢了 我也要讲一下幕后花水 其实大家刚才在影片里面 没见到我们三个人在拉筋 但其实那两位这么专业的 就是运动员 他们说 其实我们平时都不用怎么拉 常常都做运动 但他说不要紧 为了要拍 带你去拉的时候 我们一起拉 而且幕后花水很厉害 就是泳迅那一队 负责最后跑步的 是很厉害的 他的时间是做得很快的 你知道我们在等候区那里 因为等你踩一班车回来 然后我一直在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拦截他 我跟他说 我的手一会一会 会挡住你 你不要出发 等我先 然后他很好笑 你知不知道 突然我跟他说 其实你的年纪 真是做得我个儿子 所以你看着伯母 然后他就很好笑 他用了一个很奇异的光望 我说真的 所以你都尽量留力 让我看着你尾去跑 然后他就说 我们在说笑的过程 他说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他就说既然是这样 我都要跟自己说 如果跑不赢你的话 我都不会做运动员 如果输给你的话 然后我说 可不可以反过来说 如果我赢了你的话 我会不会不做DJ 去做运动员 所以你很厉害 其实你踩得很快 坦白说 其实除了我们两个 玩这件事之外 这个三项地人 六个人 六个人 其实我们另外那四位 都是很厉害的 我是很深印象的 因为最初的两棚 突然一二回来 除了指图之外 Mark 就是另一位我那一队的人 都是一二回来 是的 他们真的游得很快 真的不知道怎么游 然后到第二棚的时候 到Bowie 其实我和他同一时间上车 但我还没上车 我已经见到他消失于空气中 不见了 快到一个点 然后我就力追 力追 但也追不到多少 后面有很多人来追 幸好后来的儿子 家乐就是你的儿子 你又认为你的儿子 是我的儿子 然后不断冲 很快 不过都是要赞一辈子 其实我看到他 你看到有些寒在旁边 是真寒 是真寒 是不是噴下去的 是真的热的 因为跑起来的时候 也有点吃力和辛苦 畢竟我几十岁人 有很多个月没有跑步 对不对 所以就对 这个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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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们冲出去 现在这是第一次 是 我告诉你 接下来还有三乘三篮球 劍击赛 还有那些滑板篮球 那些你有没有兴趣 劍击那些当然留给你 你是劍击小王子 滑板板石 三乘三篮球 等等 我有接受了一个挑战的暗地 因为王子徒 作为一个三学铁人的代表 所以他就说 我们这个群组开了一个群组的时候 不要那么快将它消灭 是吧 继续在那儿 他秉承着亚洲会长说明年很快 就在香港举行世界杯 到时都会有同样的邀请赛 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继续用 这三个人的组合再次参加 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我的教练 今天生日快乐 因为你正日生日 HAPPY BIRTHDAY